47.聯合報 漢源光衛搭台鐵兩千人卡甘哥站桃園新舊站設換火車停駛 2015年7月27日生活A6 蘇偉旋台北報導台鐵桃園新站作啟用 昨凌晨1點14分 最後一列車駛來桃園舊站 5小時後 第一列區間車從桃園新站緩緩啟動 宣告台鐵旅運輛第二大的桃園站買入全新里程碑 新站採通用設計 無障礙廁所及旅運設施俱全 不過 前天因進行站體撤換 登哥至內力路斷二間暫停行駛 改以黑雲接駁旅客 偏偏遇上台與天候崗位在台北小巨蛋舉辦風脈演唱會 約莫十點多 大批散場聽眾搭火車要返回陶竹苗時 全被迫在鷹哥站下車 小小鷹哥站瞬間湧入兩千人 旅客動彈不得 接駁車也似害爆 台北運無段長古時言說 事前已有越造防範 但沒料到人潮瞬間湧入這摩多 緊急協調客運 從廿四輛加派為沙四輛 但直至凌晨零點四十三分才將旅客傳數疏散 古時言強調 新站已啟用 未來幾週崗位演唱會都不用怕了 民眾陳先生建議 如類似大型疏散狀況 台鐵應提前宣導旅客從台北端就改達國度客運 而不是全擠到鷹哥後 沒得選 只能無內斧等接駁車 叫做駆 climate怎麼看 水準普通度客絲, leave-ền一列 車伺秘 校園集公開 珍ik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